必须得跟您说一下 今天的朋友中 一定有您打死都想不到的人 谁 谁来了呀 这个我还真是 从昨晚上我就考虑这个事 谁能来呢 想做 按说应该是 我比较了解 比较熟悉 合作比较多的人来这种 还有一个 你都想到了 还有一个有没有女演员来 来来来 咱们一起来看看 到底是哪位嘉宾来 接下来进入见字如面环节 在你看谁来了的节目设置中 大来宾决定 与任意一扇门背后的嘉宾见面时 栏目组将允许大来宾 向其选择的嘉宾 提出五个有效问题 而该嘉宾此时 只能以文字形式 将真实答案 呈现于房门屏幕之上 随后 大来宾则需通过房门上答案 来判断房间内嘉宾身份 若判断正确 则请出嘉宾 并进入下一环节 若判断失误 大来宾将接受惩访 请问亲爱的杜老师 您先选哪扇门 三 三号门 三 确认吗 确认 请您先提出第一个问题 你是男的还是女 观众都听你都说了 那观众肯定想 这脑子确实 不是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杜老师的表情太可爱了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对 你说女的干啥 非得做个女人的表情 女的 对杜老师高兴了 女的 一般的我跟女演员来往 柔愿以偿 不是杜老师说 我一般跟您演员来往不多 我先问一个问题吧 你是做演员的 还是做其他方面的 职业的 在职业 爱是其他职业 其他职业 这就太难说了 这是 您 请问您有没有初恋女友 没有 好 第三个问题 多大年龄了 跟我差不多 那也老太太了 你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 你那是方清卓吗 认识啊 对啊 我不是不单是认识 我们合作好多次了 他很开朗 他可不像 我跟我差不多的 他比我年轻 没关系 你暗联过房老师吗 暗联过 这个回答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万一出来的是 你老婆可怎么办呢 那不可能 今天刚从家来 我都知道 所以他今天啥都敢说 好 第四个问题 你是胖还是瘦 他顺着我的逻辑走了 对 胖 一般我能猜出 差不多是谁了 是吗 您现在就猜呢 还是在提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一次机会 我们在一起合作过戏吗 合作过好多次 好 请问您认为三号房间的是谁 方清卓老师 确认吗 我是感觉刚才问的这些 差不太多吧 你看他一个机器 问那个问题啊 问得特别充分 你看他多有记性 说的时候 那不一定是方清卓 好 好 现在我们就要看看 到底三号房间的是谁 五 四 三 二 一 掌声有请三号嘉宾 打错了 来 来 来 少子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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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您也不上来迎接迎接呀 对了 这是猪虎太太 给大家介绍一下 猪虎太太 好好好 对 不是 不是 苏老师 你跟我都来个大拥抱 跟嫂子都不拥抱一下 他现在 他现在想刚才说的话怎么挽回 不是 对呀 老夫老妻的 老夫老妻 对 你说吧 咱们先不要说带孩子的事 你刚才暗恋房庭卓 这是一件大事 嫂子 这么复杂的问题 被我们给问出来了 你是不是得付我们栏目度点 劳务费啥的 那倒没问题 不然嫂子 我确实不见了